罗马书第十六章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泥土安 他在亚西亚时归基督 出街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 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监的 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 他们在使徒中 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 所亲爱的安伯利安 又问在基督里 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雅比利安 问亚利多布加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 问拿其树家 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 土匪拿士和土夫撒士安 问可亲爱为主 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 又问在主盟拣选的 鲁福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亚迅齐土 弗勒干 黑米 巴罗巴 黑马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 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他姊妹 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 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误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 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父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 你们在膳上聪明 在恶上渔浊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泰 和我的亲属 陆求 耶孙 索西巴德 问你们安 我这带笔写信的德丢 在主里面 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 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有 问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 以拉都和兄弟阔土 问你们安 唯有神 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这奥秘 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 借众先知的书 指示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 愿荣耀 因耶稣基督 归于独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远 阿们